我想孩子了 给老婆打了个电话 她正在国外陪竹马旅游 满是不耐烦 不是跟你说了忙 不要打电话烦我 电话刚挂 李奇更新了朋友圈动态 背景是大海和沙滩 我老婆穿着性感的比基尼 依偎在她怀里 所谓的忙 就是陪竹马度假 而我的女儿妮妮 被她们遗忘在躺椅上 半个身子悬空 险些摔下来 压抑了三年的情绪 在这一刻彻底爆发 我收起病危诊断书 第一时间冲到国外 死也要把女儿抢回来 依依 我在一家奢侈品店 找到了柳如烟 她正在给李奇 佩戴价值六位数的名表 鼻尖贴着对方的脸颊 笑眼中满是我求不得的柔情 看见过去 她一下子慌了 连忙将竹马兰在身后 阴着脸质问 持衡你有完没完 在国内粘着我就算了 还要跑到国外给我上眼药 随着我抱起半大的妮妮 根本懒得看她们一眼 柳如烟的声音戛然而止 她以为我吃了李奇的醋 才追到国外跟她闹 但其实我只闹过一次 她在妮妮发高烧的夜晚 不顾女儿的安危 跑到机场街竹马 孩子哭着找妈妈 我没办法 把她安顿好之后 去寻柳如烟 寒冬腊月 我在一家酒吧门前 找到了醉醺醺的两人 抵着额头在雪中相拥 看见自己的丈夫 和别的男人这么亲密 我一下子崩溃了 冲上去揪住李奇的伯格 质问她是谁 柳如烟带着不耐烦 毫不留情地将我推倒在地 冷冷地说 她是你一辈子 也比不上的男人 看着自己深爱的老婆 牵着另一个男人的手 渐行渐远 一颗星 比漫天飞舞的雪花还要冷 我给李奇买礼物 是感谢她为我 拿下国外的大客户 见我没有给李奇难堪 柳如烟耐心地解释了一句 你不要多想 我对她没有别的意思 我无所谓地应了一声 只管抱着妮妮检查她的身体 小家伙有些瘦了 好在依旧活泼 搂着我的脖子 在我脸上轻个不停 我这才安心些 只要你别让李奇下不来台 我可以不赶紧走 柳如烟将我扶起来 神色敷衍 看看你想要什么 我顺便给你挑几件 不用了 我只要妮妮 柳如烟松了口气 带着李奇继续逛 我抱着妮妮 在后面跟得辛苦 他们买了几件衣裳 店员打包好 下意识地塞给了我 见我没接 店员催促道 赶紧拿着呀 没看见你的主人 已经出去了 他把我当成了吓人 我愣愣地看向玻璃窗中 自己的倒影 身上穿着松垮垮的休闲服 脸色因为病症 显得苍白而疲惫 我咬着牙 才吃力地抱起熟睡的妮妮 而穿着裙子 打扮靓丽的柳如烟 紧紧跟着李奇的步伐 没有回头看一眼 离婚的想法 在这一刻变得无比坚定 我连忙追过去 认真地说 柳如烟 我们离婚吧 家里的财产 我一分钱也不要 我只要你你二 你又做什么要 他从和竹马暧昧的情绪中抽离 一下子冷了脸 你要我跟你解释多少遍 我和李奇不是你想的那样 他是我的得力助理 你帮不到我就算了 连让我轻松一些 也做不到吗 他毫不遮掩 谋中的嫌恶 自从李奇回国 三年间 他无数次将我贬得一无是处 与潇洒不羁的竹马相比 我这个老公的确显得平庸且普通 可是 柳如烟 当年不是你需要我 我们才结婚 我没有要死要活的娶你 我实在是忍无可忍 你喜欢李奇 我可以不在乎 我只求你行行好 把妮妮给我好吗 柳如烟满心只有李奇 李奇说喜欢小孩子 柳如烟便强行从我身边带走妮妮 来国外讨好竹马 柯里奇真的喜欢妮妮吗 他只是看中了柳如烟的钱 才这么说 等我死了 还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对妮妮 我必须把孩子抢回来 托付给可以信任的人 好了好了 你是妮妮的爸爸 他本来就是你的 没必要用离婚来胡闹 柳如烟见我生气 语气软了一些 是不是我带妮妮来国外 让你不开心了 再过两天 我就带你们回国好不好 我还没来得及回应 不远处想起了李奇的痛呼声 他从卫生间出来 走得有些着急 不小心在上台阶的时候崴了脚 你没事吧 怎么这么不小心 我这就送你去医院 柳如烟心疼地红了眼 立刻冲了上去 带着竹马着急地出门打车 我忍不住想起一个月前 妮妮生病那天 医院因为交通事故人满为患 医生根本顾不过来 我抱着额头滚烫的妮妮 怕得不行 只能给柳如烟打去电话 让他脱关系找个医生 连个孩子都照顾不好 齿衡 你说你有什么用 他不耐烦地挂了电话 等到凌晨 才掺着醉醺醺的李奇赶到医院 不等我说话 他从我怀中抢过妮妮 冷着脸将跟过去的我推倒 你赶紧回家 别在这里碍眼无的后脑 撞在墙角 鲜血淋漓 一阵眩晕 愣愣地坐在那 不知道过了多久 柳如烟安顿好妮妮 又搀扶着醉酒的李奇 往急诊室跑 路过我的时候 我抬起满是鲜血的手 用残存的一点意识 向柳如烟求救 他脚步顿了顿 时一片刻 还是匆匆走了 你坐这么久不去找医生 就是为了在我面前装可怜 真是没有半点男人样 我明白了 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他做什么都是错的 那天我被路过的医生就下 醒来时 被宣告身体的各项机能 都严重恶化 进入了生命倒计时 柳如烟这下应该满意了 他讨厌的人要死了 过去的恩情也好 爱情也好 都该一笔勾销了 三 柳如烟送李奇去了医院 只剩我一个人照顾妮妮 本想直接带他回国 但我的身体太差了 不敢冒险 只能在原地等他们 午夜十一点 两个人才回来 李奇说 他的脚踝已经不疼 可柳如烟还是掺着他 两人都穿得单薄 身体几乎挨在一起 李奇则趁势搂住了 柳如烟的腰 毫不遮掩 谋底炫耀的目光 好像在说 当年他随手抛弃的女人 随便用点手段 就能再抢回来 李奇是我的助理 他崴了脚 我作为老板帮他一下 是应该的柳如烟 见我脸色难看 随口解释了一句 我累坏了 没心思理他 低头钻进了出租车 只想尽快回酒店休息 李奇却提出去看演唱会 他当年出国留学 喜欢上一个女歌星 柳如烟在这个时间点 带他出国 为的就是满足 李奇看偶像的心愿 我忍着越来越痛的身体 你们两个人去看吧 先把我和妮妮送回酒店 我们需要休息 可是演唱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如果现在绕路 就赶不上开场了 不等我说话 李奇就故意给我上眼药 攥住了柳如烟的手 不过如果池先生不愿意 我也可以不去看柳如烟 立刻低声红起来 你是公司的大功臣 怎么能不满足你的心愿呢 石横能熬夜 让他等等也没关系 我忍不住攥紧了拳 柳如烟说得对 我的确能熬夜 他经常喝酒 我心疼他的身体 无论柳如烟多晚回来 我都会在听见动静的第一时间 抱着醒酒汤冲过去 他则温柔地扑到我怀里 那是李奇回国之后 属于我为数不多的幸福时刻 然后卑微地靠着柳如烟施舍的一点点爱 咬牙熬到现在 熬到生命进入倒计时 我怎么也熬不动啊 不行 必须先回酒店 我第一次在柳如烟面前这么强硬 柳如烟 你不心疼我 也心疼一下孩子好不好 他的声音冷了几分 孩子睡得正熟 你不要无理取闹 见气氛焦灼起来 李奇假惺惺地劝导 鸭 听池先生的吧 别跟老公吵架 如果池先生是讨厌我 误会了我们的关系 才要回酒店 我可以不去看演唱会 我是你的助理 不想因为我的原因 让你们不开心 李奇几句话 便哄得柳如烟满眼柔情 他不容置疑地拍了板 就先去看演唱会 迟衡 你在做就直接下车 自己打车回酒店吧 我闭上眼 克制住了带妮妮离开的冲动 我已经疼得说不出话了 不知道身体何时会崩溃 只能咬着牙 陪他们一直熬到凌晨三点 演唱会结束的时候 我的衣裳被汗水浸湿 每走一步路都疼得发抖 柳如烟直观李奇 牵着他的手去大街上找咖啡店 我艰难地跟在后面 知道李奇被国外的劫匪捉住 索要钱财时 柳如烟才注意到我 我这就去给你们取现金 拜托你们先放开他好不好 他胆子小 随后柳如烟慌乱地指向我 让这个人做你们的人质吧 他胆子大 我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心头一阵窒息 柳如烟 我们毕竟结婚青年 你就这么狠心吗 四 柳如烟说得对 我的确胆子大 七年前他公司遭遇危机 临近破产 李奇离他而去的时候 柳如烟带着紧盛的钱 跑到KTV喝醉了撒疯 出来时被几个罪汉欺负 罪汉手中还有武器 围观的人没有一个人赶上前 只有我冲了上去 将他救下来之后 柳如烟直接酒醒 他说我长得像是一个雇人 也不撒疯了 和我聊了起来 得知我15岁离开孤儿院 年纪不够找不到工作 一直在流浪时 柳如烟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他知道我从前不得苦 最大的梦想就是像别的孩子一样 可以吃到零食 他便给我买了一个甜筒 笑着问我 你愿意跟我结婚吗 我说不出拒绝的话 他长得好看 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孩 我太渴望被爱了 便拼命地点头 只想着这若是一个梦 希望可以做得久一些 不要太快地醒来 很快我知道 柳如烟娶我 不是因为喜欢 他找到记者 讲出了我的经历 并承诺会给步入社会的孤儿 提供1000个工作岗位 他和我结婚 是为了利用我造势 让公司起死回生 但我一点也不介意 他就像是我灰白世界 溜进来的一抹色彩 我死死抓着 如何都不肯松手 哪怕当年抛弃他的李奇回来 毫不费力地 就占据了他全部的心 我仍默默地守护着 尽我所能照顾他的生活 可笑我爱了他这么多年 仍不及白月光的一次回眸 迟衡 算我求你了 你代替李奇当人质 好不好 李奇身上有伤 胆子又小 抛下他会出事的 柳如烟抓着我的手 满眼哀求 我一定尽快取钱来救你 劫匪要的是钱 不会伤害你那一刻 我身体的疼都被心里的疼给盖住了 捂着胸口 不解地看着柳如烟 你既然一点也不在乎我 当年利用完我之后 为什么要和我结婚呢 如果不是因为你 我的身体机能也不会恶化得这么快 你知道吗柳如烟 我快要死了 医生说 我只剩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了 我仔细盯着柳如烟的脸 这些话说完 也没瞧出半点动容的神色 反而还有几分小脑 你争风吃醋也要看时机好不好 现在李奇这么危险 你还有心思用病危这种话胡闹 没有胡闹 但我已无力解释 苦笑一声 把妮妮递给她 我可以替李奇当人质 就当是还了你给我一个家 圆了我梦的恩情 但从今以后 我就半点不见你了 我要跟你离婚 我要妮妮的抚养权 不等我把话说完 她就连声应下 突然间 我的心就不疼了 浑身说不出来的轻松 悟悟 柳如烟一手抱着妮妮 一手掺着李奇的手臂 头也不回地走了 留我一个人在阴暗的角落 被绑匪挟持 三寒的刀架在脖子上 死亡带来的恐惧 加重了我的病情 浑身各处都似是被蚂蚁饰咬 疼得瘫在地上 痛不欲生 劫匪吓得连忙松开我 怕闹出人命 头也不回地跑了 我艰难地打开提包 吃掉剩下的几粒止痛药 却没有半分缓解 意识模糊之际 我拿出手机 给安心打去电话 欣欣 救我 救我 她是全世界 我唯一可以信赖的人了 醒来时 我躺在酒店的床上 泥泥爬在我怀里 看上去刚哭过 肉嘟嘟的脸上 还有几道尚未风干的泪痕 醒了 李奇正在沙发上刷手机 随意地瞥了我一眼 冷哼道 赶紧放手吧 别给自己找罪受了 我崴了脚 柳如烟都心疼地 送我去医院 你在街头昏迷 她只以为你是被吓昏的 连药店都懒得跑一趟 但凡你还要点脸 就别跟鸭耗啄了 恶心别人还为难自己 我没有力气跟她吵 也吵不过 明知道她看中的 只是柳如烟的钱 又怎么样 柳如烟就是喜欢她 感情不讲道理 我拼尽一切地求不得 这个漂亮妩媚的女人 随便说几句情话 便唾手可及 我压住心绪问她 柳如烟呢 我说想吃甜点 她就去给我买了 李奇满眼得意 我给安心发了的定位 便抱起妮妮 艰难地下了床 等柳如烟回来 麻烦你跟她说一声 我先带女儿回国了 等她有空了 就跟我办一下离婚吧 李奇愣了愣 眼中的欢喜一闪而过 随即又冷笑起来 你是真的要离婚 还是不肯服输 想以此威胁她回心转意 我苦笑一声 我没时间等她回心转意了 李奇巴不得我走 当然没有留 我抱着妮妮刚走出酒店 就看见了提着蛋糕 回来的柳如烟 意外的是 她另一只手抓着一盒药 看见我便递了过来 你刚清醒过来 乱跑什么 快回去吧 要吃了 安神补脑的我摇了摇头 不用了 你回去陪李奇吧 我要带着女儿回国了 你答应过我 只要我代替李奇做人质 我们之间的恩怨 就一笔勾销 然后离婚 妮妮归我柳如烟 那么喜欢竹马 我以为她会欣然答应 巴不得现在就跟我办离婚 可她却把药强塞进我包里 拉着我往酒店走 别生气了 我知道把你留给劫匪 是我做的不对 可是那种情况我也没办法 李奇胆子小 被吓坏了怎么办 你就没有这个顾虑了 所以 够了 我狠狠甩开柳如烟的手 尖叫着打断她 你以为你这么说 我就能好受一点吗 我是喜欢过你 但我不是没有尊严 我容忍你和李奇在一起这么久 不是我好欺负 我天生就见 是因为你给过我一个家 我念及你的恩情 是因为我不想让孩子 没有妈妈或者爸爸 可是现在 我管不了这么多了 再不逃离柳如烟 我怕三个月都活不到 我不顾一切的要走 不小心被柳如烟 把妮妮夺了过去 她用女儿要挟我说 你的情绪不稳定 如果执意要走 就别想带妮妮了 六 我第一次 对柳如烟产生恨的情绪 我捏着拳 死死瞪着她 柳如烟 你满心都是李奇 剥夺了我作为一个 丈夫的身份就算了 现在还要剥夺我 作为一个父亲的身份吗 柳如烟不敢直视我 微微垂眸道 我什么时候满心只有李奇了 我如果心里没你 为什么还担心你出事 想留下你 持恒啊 可能我某些时候 的确和李奇过分亲近 但哪个人没有想弥补的遗憾 而且我和他真的没有做任何 对不起你的事 他向我走来 抓住了我的手臂 好了 别说这些气话了 以后我和李奇会注意一些 昨晚的事 我也会补偿你 跟我回去把他话音刚落 手机便响起了信息的提示音 是李奇发来的语音 催促柳如烟 快些把甜点带过去 可是那盒蛋糕 在柳如烟夺妮妮的时候 不小心掉落在地 摔碎了 持恒 在这儿等我一下 你不是最喜欢甜筒吗 我这就去给你买一只 他竟然还记得我喜欢吃甜筒 不过想来 主要还是为了给李奇买蛋糕 顺便给我带一份吧 柳如烟把妮妮递给我 匆匆地走了 我的情绪逐渐平复 湿润的眼眶中 却出现了模糊的幻影 我看见了七年前 穿着婚纱的柳如烟 他从背后搂住我 我漂亮吗 他笑眼明亮 比天上的星星还好看 我转过身 将他搂在怀里 幸福地说不出话来 我心里既欢喜又怕 活到十九岁 我终于有一个家 有人爱了 要娶的人 还这么好看有钱 可是我好怕这一切 都是一碎的幻梦 我很会吃苦 没有柳如烟 我也能活 我怕尝到甜的滋味儿 就受不了苦了 就像吃过柳如烟 送我的冰淇淋 便时常地会去想那种 填到星卡尔里的滋味儿 向灰暗世界 终于洒下来一点光明 如何还能舍得下 李七回国之前的几年 我们相处得极好 可我不清楚 那是爱 是感激 亦或是我从来都只是 李七的替代品 爸爸 爸爸 迷迷的一语声 打乱了我的思绪 爸爸在我 我深呼一口气 紧紧搂住女儿 大步离开了酒店 离开了柳如烟 七 看见我虚弱疲惫的模样 安兴心疼得红了眼 责怪我不该在柳如烟那儿 委屈自己这么久 还好有你 我忍不住拥抱住安兴 带我回家好吗 我从济世起 就认识安兴了 许是被抛弃那年 在寒冬的街头 冻了许久 导致我身体一直很不好 瘦瘦小小的 总是被人欺负 大我两岁的安兴 是唯一会保护我的人 没有他 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健康长大 可是我却没有报答过他 即便如此 我说一句救我 他仍会不顾一切 来到一国他乡 带我回家 我想放弃治疗 把钱都省下来给他 让他余生过得好一些 帮我照顾妮妮 安兴却死活不肯 用自己为数不多的钱 给我办理了住院 要我说 你就不该再见 柳如烟那个渣女 你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七年 受了那么多罪 就是天大的恩情 也该还清了 更何况 当然还是你救了他 安兴一边给我包橘子 一边气呼呼地吐槽 我莫名觉得心安 虽躺在病床上 脸上却满是笑意 毕竟还要商量离婚的事情嘛 别的我都不在乎 但是妮妮的抚养权 一定要拿到手 将来等她和李七有了孩子 一定会偏心 亏待妮妮的 我不求女儿能有多富贵 只希望她平安 快乐 安兴亲了口怀里的妮妮 满眼姨妈笑 我干女儿 要成亲女儿了 天气入了秋 阳光更艳了几分 打在身上暖哄哄的 忍不住闭上眼 睡了三年来最踏实的一觉 醒来时已是午夜 病房外响起乱糟糟的吵架声 好像是柳如烟来了 在那里嚷嚷 我来看自己的老公 关你什么事 她粗暴地推开安心 带着李七一起闯了进来 看见我打着点滴 脸色苍白地躺在病床上 眼眶微微发红道 你怎么一声不吭就回国了 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 怪我把你丢给了劫匪 她缓缓向我走来 声音沙哑 我知道错了 消消气 跟我回家好不好 别玩这种病危的把戏了 不吉利 柳如烟一副不敢相信 我快要死的样子 可我哪有那么大的能量 让这么多医生和护士陪我作假 我真的快要死了 而且柳如烟 我从来没有尝试耍手段挽回你 包括离婚 也是认真的我吃力地坐起来 哀求般看着她 结婚的时候 你说永远不会变心 做不到就算了 答应和我离婚这件事 你总不能再食言了吧 我不要你的财产 留着你给李七用 我只求你把妮妮的抚养权给我 要不然 我死也不能瞑目的病房的气氛 一下子变得无比压抑 除了李七一副艰难憋笑的样子 其他人都苦着脸 柳如烟更离谱 她不知道哪里来的情绪 竟然掉了泪 一副很在乎我的样子 怎么 怎么突然一下子病得这么重 迟衡 不怕哈 我有钱 我一定清尽所能治好你吧 可是已经治不好了 而且我有今天 并不突然 我本就体弱 免疫力差 后来李七回来 柳如烟很少管我和妮妮 我只能一个人照顾孩子 照顾柳如烟 还要陪她熬夜 直到身体各项技能垮掉 回天乏术 就无可救 忍不住想 如果当年没有遇见柳如烟 我会不会活得更久一些 不用白费劲 我已经治不好了 我平静地看着柳如烟 不想再为她浪费情绪 又提起了离婚的事情 柳如烟非但没有同意 还把所有人都撵了出去 四目相对 她的眼睛红得厉害 牵我手时 我感觉到她整个身子都在抖 沙哑的声音带着哭腔 阿恒 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 病得这么重 我不解得看着她 我没说过吗 是你不幸在国外遇上劫匪的时候 我就告诉她了 可她满心都是李七 根本不管我的死祸 怎么丧这个脸 我并未对你来说 不是好事吗 这样你就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放弃我 跟李七结婚了 我还没说完 她就着急地打断 我才没想过跟李七结婚 我对她是有些遗憾 我不想到死心里 还有个解不开的疙瘩 才招她做了助理 但我从来没做过背叛你的事 也从没想过跟你离婚 这些年我们不都好好的吗 我给了你最好的生活条件 各个节日也不来不缺礼物 柳如烟看上去很认真 不像是在说谎 这些年她对我很大方 给了我许多钱和礼物 我都存下来了 本想着等她再遭遇危机 拿出来给她应急 现在用不到了 我决定留给安心 留给妮妮 关于我死后的规划 再没有柳如烟的身影 因为自从李七回国 我苦熬的近千个日夜 也不是假的 柳如烟 你不用因为感激 或者愧疚 装出一副很在乎我的样子 我不稀罕 也不怪你我抽出手 坚定地说 我们的恩怨已经两清 请你不要再纠缠我了 还有妮妮 我真的不能把她留给你 李七不喜欢她 只喜欢你的钱 妮妮跟你们生活 会吃苦头的柳如烟听我说完 抱着头沉默了很久 她肩膀不停耸动 似是在哭 好一会儿才平复一些 深深地看着我说 不是的 不是的 我没有伪装 我是真的在乎你 我答应你 以后再也不理理气了 不要跟我离婚好不好 我会陪你走完最后一程 好好善待妮妮 我没耐心听她说完 不耐烦地打断她 柳如烟 你真的很可笑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吗 妮妮高烧昏迷 你宁愿跟李七在酒吧喝酒 也不愿意来看一眼 我被你推倒 壮破后脑 险些死在医院 你也不管 还有劫匪的事 三年来 你无数次为了李七 夜不归宿 现在你说在乎我 你说不理李七 我凭什么信 我是出身不好 渴望一个家 但是柳如烟 我也是人 也有尊严啊 许是情绪过于激动 我大脑不受控制的 的嗡嗡响起来 意识越来越模糊 隐约听见柳如烟说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她当年甩了我 我对她顶多是 爱而不得的遗憾 可陪我走过低谷 跟我朝夕相处 这么多年的人 是你啊 持恒 这些年是我疏忽了 你的感受 原谅我 让我弥补一下好不好 酒 朦朦胧胧中 我好像回到了七年前 柳如烟带我 带我来到商场 给我买了一个冰淇淋 诺 你不是说最大的梦想 就是像别的孩子那样 吃到零食吗 快尝尝 可甜了 我小心翼翼地接过来 浅尝一口 才知道世上 有这么神奇的食物 一下子甜到了心坎里儿 好像把过去的苦 统统抹掉了 所以 我真的不怪柳如烟 对于她 也没有原谅 或不原谅的说法 我感激过她 爱过她 现在恩怨两清 我真的不在乎她了 醒了 你放心 有我守着 柳如烟 休想再来打扰你 安心手里 提着一个木棍 像急了小时候 在孤儿院 我被欺负时 她为我出头的粗树制 我眯着眼张开双臂 想抱抱她 安心红了眼 刚抱上就哭了 妮妮躺在安心买来的摇篮中 睡得正憨 阳光灿烂 岁月正好 生命最后的这段时光 有妮妮和安心陪伴 便已足够 只是柳如烟迟迟迟不愿与我离婚 烦得要死 她来找我好多次 看她手中没有离婚协议书 安心便会将她赶走 转眼一个月过去 我的身体更差了 便连说话都觉得吃力 我意识到没时间再等了 便准备与柳如烟好好谈一谈 没想到柳如烟还没来 李其成安心不在钻了空子 闯进了我的病房 齿恒 你到底给柳如烟灌了什么迷魂药 她看上疯疯癫癫 衣服要把我活丝了的模样 她竟然满心都是你这个要死的人 现在理也不理我 你到底跟她说了什么 我反应很慢 好一会儿才意识到 柳如烟竟然真的为我 冷落了竹马 我没什么情绪 平静地说 别着急 等我死了 她会回心转意的 会个屁 你以为我不了解柳如烟 她不仅停了我的卡 把我开除了 还收走了送给我的名牌礼物 她摆明了要跟我一刀两断 李其红着眼 情绪似乎处于崩溃的边缘 你知不知道为了挽回她 我放弃了国外的富婆 浪费了自己最宝贵的三年 现在我已经没有市场了 算我求求你了 池衡 你把柳如烟还给我好不好 我不得不信 柳如烟真的放下李其了 李其离开的时候 疯癫的模样似是丢了魂儿 这个游戏情场 随便就能让柳如烟回心转意的竹马 到底是失了手 竹篮打水一场空 是 在见柳如烟的时候 我吓了一跳 险些没有认出来 她神情憔悴 头发蓬乱 唯有一双眼睛还算清亮 痴痴地看着我 手握冰淇淋向我走来 诺 给你吃 你最喜欢的冰淇淋 她小心翼翼地递给我 见我接了 激动的声音都带着哭腔 持恒 我就知道你会原谅我的 还记得吗 你第一次看电影 第一次穿西装 还有第一次吃大餐 第一次结婚 好多好多的第一次 都是我陪你度过的 现在 让我陪你走完生命最后一程 好吗 这些 我都记得 对我来说 这些第一次不是小恩小惠 或者是难忘的回忆 而是构成了我生命色彩的颜料 是我为数不多 在快死的时候 夜夜还会梦见的幸福 我咬了口冰淇淋 还是那么甜 嘴角都忍不住扬了起来 好啊 我可以让你陪我走完最后一程 但首先你要和我离婚 把妮妮过户给安心 将来你可以去看妮妮 可以告诉她 你是她妈妈 但是我警告你 如果你敢像伤害我一样伤害她 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柳如妮愣愣了愣 似是喘不过其斑 捂住了胸口 瘫倒在地上 怎么还是要离婚 持衡 你要我怎么做 才肯原谅我 我懒得回答 把安心喊了过来 告诉她 如果妮妮没有过户 到我死 都不准再让柳如妮见我一面 柳如妮没办法 只好同意 不仅过户了妮妮 还给安心留了一大笔钱 这让我对她的态度 改观了一些 看着日渐憔悴的柳如妮 偶尔会跟她聊上几句 安心也说 柳如妮看上去不是装的 她也是有够见诶 你爱她的时候 她不珍惜 现在你快死 她又要死要活地折磨自己 也不知道图个什么 十一 我没有精力思考这些事情 渐渐的 我的意识开始涣散 过去的很多记忆 都变得模糊不清 很多人也逐渐淡忘 只能认出妮妮和安心 她是谁啊 老是哭哭啼啼的 烦死了 我指着那个看上去 冰样样的女人 不解的问 安心 安心还没有说话 那个女人就冲上来 抓我的手 我是柳如妮啊 阿恒 我是你的老婆 你怎么能不记得我呢 我突然觉得厌恶 一把推开她 安心连忙将她赶了出去 没过一会儿 我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 旁边的机器 滴滴响个不停 好多医生护士冲了进来 我觉得越来越困 眼皮都险些睁不开 但还是强撑着 看向安心 知道她说 放心吧 我一定把妮妮 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照顾 我这才安心地闭上了眼 意识缓缓自身体抽离 消散的那一刻 我看见柳如烟手里捏着甜筒 跪在我的病床旁嚎啕大哭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走出来 全文完 感谢观看